从红极一时的TVB当家花旦 到洗手做羹汤的黄脸坡 关永和真的嫁对人了吗 年轻时的关永和可以说和娱乐圈一点都不沾 毕业后的他和无数普通人一样当起了社畜 每天做着同样的工作 拿着一成不变的工资 最大的爱好就是回家窝在沙发里看剧 这样一成不变的生活让关永和感到乏味不已 于是年轻气盛了他决定再发展一些新的爱好 恰逢当时敢于发展正盛 稍有姿色的年轻人都会被选去拍拍杂志和广告 关永和也不例外 只要一有时间他就奔赴在各个摄影棚 享受着聚光灯的注视 久而久之关永和也接触到了不少圈中之人 在他们的影响下 他发现自己越来越喜欢在镜头前展示自己 娱乐圈的灯红酒绿也深深吸引着他 于是在1987年 23岁的关永和带着出声牛犊不怕虎的勇气 爆考了TVB的一元训练班 那时的TVB风头正盛 无数美女帅哥挤破脑袋都想进去 所以颜值在这里自然不算什么稀缺产物 可年轻的关永和不清楚这些 自是美丽的他还不知道如何打扮自己 穿着一件普通的T恤和牛仔裤就去了面试现场 结果不出所料 这身装扮一亮相就遭到了评委的吐槽 太土了 好在他的魅力没有被埋没 亚氏还是发现了他这块哺域 并为他争取了很多资源 得到机会的关永和也很争气 他知道自己不是课班出身 所以比常人付出更多的努力 1988年关永和出演了首部电视剧《秃鹰特警队》 从而正式进入娱乐圈 虽然没激起什么火花 但竹梦演艺圈的他并没有放弃 依旧奔赴在不同的剧组 大多数配角也无所谓 这样平平淡淡度过几年后 关永和的事业迎来了转折点 1996年由廖伟雄导演的贺岁古装剧《河东师后》上线 赢得了不少观众的喜爱和赞美 好评如朝下关永和扮演的柳月娥也随之一炮而红 也因为这部剧 关永和有了古装一姐的称号 眼看前部古装剧这么火 亚氏又趁热打铁推出了他的下一部古装剧《苗翠花》 在《苗翠花》中 关永和又成功演绎出了一代女侠的豪爽与萨爽 赢得了无数观众的欢心 他也因此获得了第一届万千星辉翻奖典礼的最佳女主角 至此关永和彻底大红大紫了起来 不仅资源好到爆炸 各种奖项也拿到手软可谓风光无限 只是谁也没想到如此优秀的他 在感情上居然是个不折不扣的小白 在如此多追求者的情况下 竟选择了最不起眼的那个 而这个人就是后来驰骋娱乐圈的影帝张家辉 自家一个厕所都比张家辉的出租屋大 关永和为何还是嫁给了这个穷小子 当年李小龙转开拍时 刚失恋的关永和火速进了组 试图用忙碌掩盖悲伤的心情 也正是因为这部戏 他认识了与自己纠缠半生的人张家辉 那一年的张家辉还只是一个娱乐圈的边缘人物 景孝毕业的他 因为热爱演戏 一心冲向各大剧组 可惜天不随人怨 尽管他已经很努力了 但依旧没能在娱乐圈掀起什么水花 虽然两人同为亚师的员工 但身份地位可谓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值得一提的是 美丽大方的关永和是张家辉的梦中女神 可惜一直都没有任何靠近对方的机会 直到这部戏开拍 因剧情里打戏居多 演员受伤变成了家常便饭 尤其是不怎么出名的张家辉 更是以被打居多 细心的关永和发现了这一点 作为同一个公司的同事 虽然不常联系 但他也见过这个执着倔强的小伙子 于是在拍戏的见戏 即关永和便常以同事的身份 关心张家辉 两人的关系也越来越好 因为关永和比张家辉大 所以两人总以姐弟相称 灵魂的碰撞和性格的吸引 让他们在结束拍摄后 依旧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们发现对对方的感觉 早已超出了姐弟之情 爱情的窗户之痛破后 就再也合不上了 所以即使知道他们的身份相差悬殊 年少轻狂的张家辉 还是鼓起勇气向关永和表了白 没想到的是这份表白 一经说出就收到了回应 双向奔赴的感情 让张家辉又惊又喜 不仅如此 关永和为了表明自己的态度 还主动在公司高层前 牵起了张家辉的手 至此这份在世人看起来 并不相配的爱情 公开在了大众面前 那时的关永和本来就家境赋予 更不用说在娱乐圈 打拼多年 积蓄了得 据传他家的一个厕所 比张家辉住的房子还大 可即使是这样 关永和还是不离不弃 主动跟着张家辉 住到一个只有五平米的小房子里 丝毫没有嫌弃的意思 可他这样的付出真的值吗 2006年张家辉闹出震惊全网的花边新闻 他和有着好丈夫之称的吴振宇 被拍到深夜去KTV循环作乐 一时间激起前层浪 其实这并不是张家辉 第一次在作风上在跟头了 当年他首夺影帝后 庆功宴上大家起哄 让他亲关永和 但他却把周围的女记者们都亲了个遍 还是当着关永和的面 大家纷纷指责后 本以为张家辉能反省一下自己 没想到他反而越玩越花 甚至在综艺里直言不会说 自己无时无刻都想出轨 但一想到会失去老婆 失去家庭还有事业 这笔账似乎不太划算 所以他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虽然听起来像是开玩笑的 但张家辉的这番话还是令人诟病不已 遥想当年他可不是这副面孔 当初关永和为了他 过去在一个只有五平米的小房子里 张家辉看着对方的付出 可谓又心疼又懊恼 尽管爱意浓烈 但看着心爱的人和自己一起吃苦 他心里还是无比难过 自卑的心里让张家辉更加努力工作 可娱乐圈并不是一个努力就有回报的地方 他的事业依旧没什么起色 这让一向要强的张家辉失落不已 与此同时 两人女强男弱的地位 也让他遭到了不少非议 舆论和心理的压力让张家辉心态爆炸 崩溃了他思虑良久后 决定放手出国散心 在离开的这一年里 张家辉去了南非 在那里他独自一人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 而关永和也成为了他心里埋藏最深的秘密 张家辉的失联让关永和很是难过 当时身边的人都在劝他放手 但他不想放弃 因为他觉得两人的爱情不应该这么草率的结束 恰好这是张家辉的姐姐身患癌症 关永和知道后便一直亲力亲为照顾着他 他没有提起自己与张家辉分手的事情 反而总是宽慰着姐姐 他弟弟只是因为忙赶不回来 可惜时间不等人 后来张家辉的姐姐病情越来越严重 关永和为了不让张家辉错过姐姐的最后一面 便在一年之后拨通了他的电话 得知事情的经过后 张家辉又羞又愧 他赶忙回到香港去见姐姐的最后一面 来到医院 躺在病床上的姐姐留给他的最后一句话 就是让他不要辜负关永和 或许是姐姐最后一句话唤醒了张家辉 陈锋的爱 这一次他没有退缩 直视了自己的感情 举办完姐姐的葬礼后 两人火速复合 张家辉也重新振作了起来 他要用实力告诉所有人 关永和和他在一起是正确的 黄天不负有心人 张家辉终于等来了这个机会 1988年 他因饰演天地豪情里的反派一炮而红 靠着这笔薪酬张家辉买下了自己的第一间房子 而这间房子也是他给关永和这一年最好的生日礼物 眼看着张家辉的事业不如正轨 两人的婚事也定了下来 2003年 关永和和张家辉举行了婚礼 多年的爱情长袍终于有了结果 婚礼上他的笑容比任何时候都要灿烂 婚后 关永和将更多的时间放在了家庭上 事业因此不再辉煌 无数的小华前夫后继 娱乐圈里也早已没有了他的地位 好在张家辉对他不错 所以在关永和看来是值得的 他心甘情愿当爱人背后的女人 或许是有了嫌内住的辅助 张家辉的演艺生涯越来越顺利 当然与此同时 他也变得越来越忙 巨少离多的两人自然会引起媒体提出婚变的猜测 但张家辉似乎并不在乎这些舆论 他多次在公开场合是爱关永和 用行动击碎这些谣言 但这些感情再过浓烈 也比不上朝夕相处的陪伴 或许是因为这个原因 让关永和操劳过度 接连两次的怀孕都已流产结束 接连的流产让他伤心不已 再加上身体上不可逆的伤害 他便选择了彻底退圈 可惜随着时间的流逝 张家辉似乎有点变了 但我们也不能太片面 如今他们依旧过着聚少离多的生活 关系看起来挺和谐的 但两人的感情究竟如何 只能说婚姻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吧